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2日 市就有少少的回稳 勢頭 但不能夠確認 先看看指數 小市恆指先高了250點 去到23,221 曾經一度輕輕升到23,258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因為動力不夠 結果市又再反覆而低見22,979點 幸好仍然在升8點 而直到下午大概3點20分 整個市仍然在這個波幅裏面走來走去 不過成交加碼 只有七百多億 當然大市有少少抹著二萬山 給人感覺好像初步回稳 但我們還是要等 直到恆生指數能夠成功回到10天線樓上 才叫做真正出現一個回稳的勢頭 直到現在恆生指數都在所有移動線之下 上方是250 然後是150、20、10天線 最低的就是恆生指數 這是一個標準的中期跌落模式 如果去到今年底 這個情況都不能夠改善的話 事實上整個紀律上的走勢 是稍為不利於一月上巡視況的發展 再說 股份很多在一個低位 不排除未來這幾天 會有些維穩或者粉飾持倡的後應 但即使是這樣 都不是代表大小會升得太多 因為成交加碼真的不是那麼足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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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